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化学颜料比较多 有各种的水彩颜料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鼠红 有很多西洋颜料 这颜料我们也可以用 因为原来颜色太少了 包括鼠红也是化学的颜料 特别长花 花好多颜色 这颜色是我们国产的 用水彩颜料 比如码头的 这桃红 今天我要用桃红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国外产的颜色 这种水彩颜色比较好的是英国的 最好牛顿水彩 它有一种比较小的 艺术家用的 贵一点 这种长袋的是比较普通一点的 便宜一点 现在我们颜料店里的像荣宝寨啊 这个有些花菜店里也有的 我们在用这个颜料的时候 怕它变色怎么办呢 就事先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颜色 打到都画起来 这些花用中末加水 比如我们看到的 比如这个是尖这个部分 那么它这花瓣已经折回来了 弯弯到后边来了 这花瓣也是弯到后边来的 比如我们看到的 比如这个是尖这个部分 那么它这花瓣已经折回来了 弯弯到后边来了 这花瓣也是弯到后边来的 那么这点是什么呢 这点是折面 这个呢是折面 这是缺壳 这是它的后边 也是折面 折面有时候啊 它跟主金这 它有这么一个弧度 我们第一个瓣是这样 我再勾一个 还是这样 它是边缘在这 边缘呢 是就缺壳 有颇胀起伏 它的折面呢 是这样的 是比较薄满的弧线 折面是薄满的弧线 后边呢是这样的 前边 这是一个折面 前边的 应该先画它 然后它这个边缘呢 它有些个缺壳呀 破壮起伏 把它接起来 不需要 不需要有这种 钝点 不能钝 在这个切壳的地方呢 可以钝笔 比如这是一个切壳 这个小的切壳 叫做破壮起伏 这样下来 这个呢 这样 这里边的花瓣 还应该先这个厚 这个比较好一点 就是看清了 乃是前 乃是后 这样的话呢 勾起来以后呢 就层次 勾的时候就明白了 像这个 后边又有大的花瓣 也是勾着这个折面 折面到这呢 使它在轮廓 缺壳 有的啊 我们看这个折面 这个边缘在这儿 到这儿又变成折面 是吧 这个地儿呢 是东库 到这儿下来以后呢 又变成折面 大家就体会 折边线 跟边边线的这种变化 一个花瓣 本来出来 本来如果是这样的话 平着放的话 它都是边缘这个地方 铺上起伏 有缺壳 或者撕裂 这是它的 当然 越界花往往在这个地方 从这儿开始 它就转过去了 转过以后呢 我们看到的 常常是折面 这个地方是折面 花瓣呢 翻过后边去了 都是在这个地方 露点尖 这儿露点尖 常常是这样的 这么半下来 转回去 这儿露点尖 是这个地方 那么大 还是得过滑 就是这个地方 是这里的 这儿露点尖 这儿露点尖 就是这个地方 露点尖